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那在這個1月6號在天地節微信官方公告這個天涯規客的版本 那我們看一下影片的版本內容是什麼 那這個圖案很明顯就是一個慕容玄機嘛 慕容玄機的臉 然後在一個拿著聖槍的一個女性角色 事隔多年弄在相見我將以和賀你 以眼淚以沉默心瞻賢者大玄機 當一切結束之後他前往西方 儘管這與金髮男子的行進方向不符 但他相信群星告訴他的答案 星辰與命運逐漸清晰地映入眼中 他看到在不遠的未來片田林山的惡法少女 僅僅握著聖槍跌跌撞撞撲倒在面前 他也看到還未出現了他的兩個學生的命運 將與天地之律交錯 事隔今年千房千房過境 一別數十年他重新踏上歸途 只可惜山海相隔 心存神武官之時 終究未能見上母親最後一面 歲月從我身邊奪走太多 不過我會盡力從他手中 手中鎖住那份慕容玄機的真心 聖槍啊 回應我的呼喚吧 然後蜥蜴啊 淚水無法拯救任何的東西 無論是家族復興 如果是哥哥姐姐一定可以 然而聖槍卻選擇最陌小的他 他抬手抹去模糊的視線眼淚 再堅持一下蜥蜴啊 少女絲毫不敢停下奔跑的步伐 穿過金碧輝環的殿堂 穿過紅毯貫穿而上的長梯 他抱著聖槍跪坐在地 看向高台之上 老師求你舅舅的父親 我新的老師 因為在我逃出的那晚 父親只對我說了三個字 去找他 莫不如說我相信這三個字的力量 好全新的時裝 那個聖槍就古人德的後代還之類的吧 然後這個是木諾旋機吧 好 然後時裝的話這個是 蛤是誰 這哪位 啊這又哪位 哦是西伊亞的時裝 啊這個是誰 哦新章賢者的時裝 大旋機的時裝 然後這個是 鐵手夏侯儀的時裝齁 欸這個還蠻 這時裝還蠻不錯的 好這個是全新的劇情玩法 異見路 多了這個這個這個角色 多了三個新的角色 神魔大戰二十年後 吃油箭再度限世 吃油箭 霍亂再降人間 對漢一觸即發 小客們的悲喜愛恨 汹湧澎湃 又奔流入海 歸於沉疾 任後人平縮 好新村特別活動 羅家喜事 好啦那這次不期待就是玩法嗎 然後都有蠻多新英靈的齁 還有一個古人的的後人 跟這個大旋機 好那我們期待下次版本到來吧 好那這次是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HFB TwitchBV點還有技術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